寿命较长的女性身体有三处会比较小 多占一个也值得欣慰 在探索人类寿命的奥秘时 科学家们发现除了遗传因素和生活方式外 身体的某些特征也与长寿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研究背景的不断拓展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身体特征与寿命关联的证据 一身体特征与长寿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显示 某些身体特征的大小与人们的健康状况 以及预期寿命有关 例如较小的腰围通常与较低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 而势中的BMI则与较低的代谢疾病风险相关 此外 疾病风险的大小也是影响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较小腰围与长寿的关系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腰围被认为是判断个体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尤其是在评估慢性疾病风险和预期寿命方面 腰围较小的女性通常与较长的寿命相关联 这背后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 首先 腰围是衡量内脏脂肪积累的一个直观指标 内脏脂肪也称为腹部脂肪 是围绕在内脏器官周围的脂肪 与皮下脂肪相比 内脏脂肪更容易参与代谢过程 并且与多种代谢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 这些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 二型糖尿病 高血压 脂肪肝 以及某些类型的癌症 因此 腰围较小通常意味住内脏脂肪较少 从而降低了这些疾病的风险 其次 内脏脂肪的积累与身体的炎症反应有关 研究表明 内脏脂肪可以产生炎症因子 这些因子会促进慢性炎症的发生 慢性炎症被认为是多种慢性疾病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 腰围较小的个体可能有更低的慢性炎症水平 这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和延长寿命 再者 腰围作为评估代谢综合征的标准之一 代谢综合征是一组危险因素的集合 包括高血糖 高血压 异常的胆固醇水平和高三鲜甘油水平 这些因素共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 较小的腰围通常意味着较低的代谢综合征发生率 从而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寿命 最后 腰围还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 腰围较小的女性可能更注重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 这些健康行为本身就与长寿相关 此外 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维持正常的激素水平和身体机能 这也是长寿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 腰围较小的女性通常具有较低的内脏脂肪和慢性疾病风险 较低的慢性炎症水平 以及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可能有助于延长寿命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长寿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过程 腰围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其他因素如遗传社会经济状态 心理健康等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 体重指数与长寿的关系 尿毒症 医学上通常称为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末期 是一种由于肾脏严重受损 导致其清除体内代谢废物和多余液体的能力显著下降的病理状态 这种情况下 血液中的毒素如尿素 肌肝等和电解质失衡会累积 影响多个身体系统 从而引发一系列症状和并发症 在尿毒症的背景下 肾脏无法有效执行其正常功能 包括调节血压 维持电解质平衡 产生红细胞生成素 负责刺激红细胞的产生 以及激活维生素D有助于维持骨骼健康 因此 尿毒症患者会出现如高血压 贫血 骨质疏松 酸碱平衡失调 水肿等问题 随住病情的进展 尿毒症会导致多系统受损 尤其是心血管系统 患者可能会经历心率失常 心率衰竭等严重问题 神经系统也可能受到影响 出现神经病变 认知功能障碍 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症状 尿毒症的治疗 主要依靠替代肾脏功能的方法 如透析和肾脏移植 透析可以是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 其目的是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和过多的液体 肾脏移植则是将健康的肾脏移植到患者体内 以恢复肾脏功能 尿毒症的预防和早期治疗至关重要 包括控制血压和血糖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避免药物对肾脏的潜在损害 以及定期进行肾功能检查 这些措施有助于延缓肾脏病变的进程 减少尿毒症的发生风险 四 疾病风险的大小与长寿的关系 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癌症 是影响寿命的重要因素 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均衡饮食 规律运动 戒烟和现酒 可以显著降低这些疾病的风险 此外 定期进行体检 也是预防疾病和早期发现问题的关键 五 长寿女性的生活方式 长寿女性的生活方式 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健康的饮食习惯 如摄入足够的水果 蔬菜和全穀物 规律的体育活动 包括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 良好的心理健康和积极的社交活动 这有助于减少压力和孤独感 以及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 总结来说 较小的腰围 适中的BMI和较小的疾病风险 是与女性长寿相关的身体特征 通过综合的健康管理 包括健康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 心理健康的维护 以及社交活动 可以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和寿命 鼓励女性积极采取健康生活方式 不仅为自己的长寿打下坚实的基础 也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